我估计你现在一万九 怎么也得试一试两万吧 所以我觉得港股是 事实上是比较清晰 因为港股之所谓清晰 是因为港股里面的权重板块 已经是很清晰的 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 我觉得倒是买那个 大家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Oscar小金人 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个节目 对大家有用 那欢迎大家多多支持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点赞转阅跟订阅这个节目 谢谢 这一次还是比较超议期的吧 首先它并不是只是秧妈 它并不只是秧妈 它事实上是国新办的一个 不同金融部门的一个跨部门的一个会议 今天早上九点开始的 是央行的潘公胜 然后中国金融监督办的一把手李云泽 然后还有证监会的主席吧 无情三个人一起来的 所以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 然后他上午 他很有铺牌的 他在九点的时候开始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 潘公胜开始讲 就潘行长开始讲 一开始他讲的那几个点都是市场比较有益气的 不过昨天晚上的 夜就是晚上的旗子已经是开始涨 涨挺多的 所以大家可能已经是有点 expectation 所以大概在九点就是十几分的时候 潘公胜讲完以后市场是冲高 然后到了九点半以后 事实上九点半以后市场是有一度是pull back 是大概到了收窄到就只有涨一点几 所以真正的surprise是后面 包括吴清讲的那些 我觉得是更多的一些surprise 就是比如说像那个五千亿的那个基金 然后还有一个三千亿的 就是也三千亿的一个专 就是专项的基金 就是说这两个是surprise 就一开始讲的那些东西 就比如说这个利率降20个basis point 这个是expected的 是吧 因为它首先你要分清楚 它有几个不同的层面 比如说货币政策 住房政策 资本市场 真正的surprise呢 是在新设立货币政策工具这一块 也就是说这个它有一个基金呢 是让这些 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mechanism呢 是让这些证券基金跟保险公司呢 可以把它们手头上的一些金融资产去抵押 然后拿回国债 然后把国债卖了以后 拿这块钱去买股票 而且是规定一定只能买股票的 而这个利率呢 只有1.75 1.75 那这个事实上就变成了 是帮这些金融机构 或者变相的国家队呢 提供新一轮的子弹 因为要不然的话 国家队的子弹呢 就以前像社保 像这些 它的子弹也有点要枯竭的感觉 所以这一次是 蓄上了5000亿的子弹 而且就是说这个mechanism比较方便 然后这个规模大概有5000亿吧 是吧 然后另外它还有另外有一个3000亿的是 就是这个有一个股票回购 这个就是提供一个专项的债贷款 这有3000亿 就提供给这些就是上市公司 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 就是说可以以公司的名义 或者就大股东的名义 去跟这个就是机构借钱 也是1.75 然后这个钱拿来回购股票 所以这两块呢 是市场就是没有意气到的 然后第三 然后吴清还有提到了 这个有凭准基金正在这个研究中 那这一块at the moment 还没有细则出来 不过这个也是一个潜在性的一个利好吧 我估计可能在未来的两三个月可能会出来 那这个也比较好 这个呢 会解决掉以前呢 社保基金跟汇金他们有一个弊病 以前我有批评的 就是说他们是貌似在旧市 可是他们是在trading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买了以后并不是hold住 他们也是相对偏短线的在做交易 所以他们并不能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一个作用 所以如果这个凭准基金这一块真的能够成立 我不知道它到时候的规模是三千亿五千亿还多少 可是这个东西最少它的holding period会长一点 就要不然的话就会变成像现在社保跟汇金 也是短线操作为主了 这就不太好 所以如果说是在这个旧市这一块 我觉得这两三个点是一个 是一个就正面的一个surprise 然后地产这一块也有一些surprise了 不过这一块我倒没觉得有多惊讶 首先它是把那个存量的房贷的利率降了50个basis point 是吧 那这个就是说会汇集5000万户家庭1.5亿人口 然后这个每年能够减少的这个mortgage的支付 大概1500亿左右 可是这个因为市场之前已经消化了 是吧 大概在两周以前 然后呢 如果是在房子方面有一个有一块是有surprise的 就降低二套房的首付的比例 之前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好像是30还是多少吧 应该大概接近30左右 这一次就一套房跟二套房的房贷的最低的首付比例降到就只有15个percent 所以就是说不光是降了存量的这个mortgage rate 而且就是说在这个你买新房的时候 这个二套房的首付也就只有15个percent 可是我觉得市场从市场的解读来说 对地产的旧市市场是并没有极度的兴奋的 因为今天早上九点多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呢 地产股跟地产相关的产业链有冲高 可是到后面是消化到涨就是回吐了不少的 相反就整体大的市场来说是更为正面 就是尤其是对资本市场的这一块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这5000亿 还有那3000亿 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凭准资金 可能还有几千亿 这几块是 我觉得是今天一个挺大的surprise 而且它时间上铺排非常的比较巧妙 没有像以前呢 就一开始就把所有东西九点就说出来 然后冲高就开始回落 它现在是先说一点好的 让它涨 然后让它回调一下 然后再说一个更好的出来 然后令它涨上去 所以也是可能这也是一些联储局这样去指导的引导市场的 expectation 所以整体我觉得还是对市场是非常的正面的 港股今天涨很好 因为横子已经涨了七八天了吧 所以横子之前已经转世 已经turned around 那之前我就说有其他的interview 我也有说过 就是说港股事实上已经非常明显 就是找到了bottom 而且是bottoming out 所以港股这个就是触底 就是已经触底重新就是展开一轮声浪 我觉得这个比较明显的 那当然今天这个又再打了一既成新增嘛 今天我觉得对A股的影响更大 因为A股之前已经是接近崩盘 你比如说你看上证指数的话 它已经跌到就只有2700 甚至有跌穿过2700 就是一小会吧 那这个事实上是比较差的 而且第二就是说 你如果看个股的话 A股之前的股价已经跌到面目全非 你甚至连茅台这种都跌到 就只有1260左右 然后其他的大部分也都已经是 事实上是崩盘 就是说真实的体验感来说 从个股的体验感 已经是新低了A股 是吧 所以今天A股这个我觉得影响 会比较大 因为它一下子就令上证 升上来到2850左右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 最少港股市就是一个rally 我不会讲它是流市 因为我很忌讳说这种东西的 因为你也不知道它歧续多久 今年的四五月份 也有过一波是吧 就是说涨的情况 那现在又有一波行情 那这个行情多大 很难quantify的 就是说我们当然是有概念 可是因为我很不喜欢讲这种什么range 因为我也不会entice大家进去买跟不买 就是说可是港股很明显是有一波行情 有一波行情 那一波的话也就是说最少有十来个percent 那这涨到多少 老实说我不太清楚 我估计你现在一万九怎么也得试一试两万吧 可是我说不清楚 那A股的话呢 它一个很重要就是利用到它bottom 就是说底部已经确立起来 那涨多少 老实说也很难讲 现在后续你就看它就是央行 这个金融监督委员会跟这个证监会都已经是联合行动以后 下一步就似乎财政部了 财政发力怎么发力 跟其他的地方政府怎样去配合 你一个东西你还没长出来的话 你为什么要去论证它的死亡呢 是吧 那如果说是不是就是我如果说跟2015年挺像的 然后就是就离开 或者说觉得说都是迟早要死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是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现在它更为重要的是 我觉得你到 所以两者没有什么可比性的 因为我觉得2015年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是两个世界的 2015年的中国是一个很蓬勃 很就是情况很不错的中国 现在事实上是一个很困难的情况 是吧 现在我觉得这个情况倒是就是说 第一就是说为什么政府肯在这个时候下一个比较大的决心 当然不是天大的决心 就是说我觉得并不算雷霆霹雳吧 我老实说并不觉得 所以 可是毕竟还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我也不想就是触眉头 就是说一出来就是说 它跟上次不过而而事实上迟早也是不行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论断呢 是吧 然后我对A股 就是A股我之前非常的悲观 这一次我倒也没有说觉得它有好成这样 可是最少它当个bottom出来了 那你就先enjoy这个bottom 就是说这个bottom这样谷底反弹出来 那至于它走多久 那我怎么知道 是吧 就像一只动物里养一只猫狗 它有可能一两岁就挂了 也有可能十岁挂了 我怎么知道 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 现在后续去论证它是一个很猛 还不会很猛 是央行能做的基本现阶段 因为它还是有constrained by一个东西 就是说最高最高的当局 是不想超强的大水漫灌的 超强的大水漫灌何为超强 就比如说十万亿就是这种叫超 它现在是不想的 所以你发现也就是五千亿三千亿三千亿 所以只是说最少也掏钱出来 最少也掏钱出来 再加上A股已经跌到面目全非 所以就是说两者的情况的综合下 就是说貌似你可以见到底 可是至于它涨多少 我不知道 是吧 我觉得你 所以后续它这个涨多少 它取决于后续财政发力怎样 财政发力比如就是说 它专项国债它多少 比如说它对于消费的促进多少 比如说它地方政府 对于后续一些配合的政策多少 这里才能决定它后续 就比如说它是两千八 两千九三千三千一 现在比较难去判断 港股是比较清晰的 因为港股它是有领头羊的 港股就算今天没有这件事情 港股比较确定已经是走出低谷 它分别只是说缓慢的涨 还是比较快的涨 那比较快的涨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个流逝 那我是通常不会这么形容的 因为有时候你比如说四五月份 又说流来了 结果流又回家了 那你自己多触眉头 也很失望 所以我觉得港股是 事实上是比较清晰 因为港股之所谓清晰 是因为港股里面的权重板块 已经是很清晰的 就是已经是走出低谷 就比如说第一大权重股 英特雷 那你比如像腾讯 像巴巴 像美团 很明显 它们爆出来的业绩是可以的 然后第二就是说 它们还有大量的回购 跟这个分红 尤其是回购 它们那种回购都是一年 可能拿几百亿回购 那这种东西就是说 现在如果说在整个 因为像我以前有时候 其他访问也会说 股票为什么涨 事实上就是有人买 是吧 你要有人买你才会涨的 那你比如说港股 为什么会涨 就是因为这次 听着很无聊的话 就有人买 那谁买呢 除了就是先不说其他 它们自己就能买 是吧 你比如说腾讯 阿里 京东 美团 或者像一些 就是什么 像这些 就是安踏 猛流 它们这些人就 一年我估计加起来 就刚才讲的那些名字 可能就小于千亿 那很多钱 我就光是提刚才那些公司 所以就是说 你现在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你除了勇气以外 你还要带钱 是吧 所以港股它比较清晰 就是说它最大的板块 英特雷 它除了在业绩上 在business上 在政策上 它已经是turn around以外 它自己还有一个非常aggressive的回购的计划 是吧 所以这个 而且第二就是说 貌似外资对英特雷的板块也是有兴趣的 你比如像美国很多的 美国的对冲基金 现在中美的关系这么差的情况下 他们在二季度的那个就是披露里面 disclosure里面 都有披露 他们买了大量的巴巴 拼多多 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说港股第一大权重 英特雷 它有事 事实上是非常清晰的 bottom out 然后第二 大块的 就香港本地的一些银行股 或者说中国的一些飞银 就像保险这些 也是很明显的bottom out 你比如说像以汇丰 跟渣打为主的这些股票 AIA也涨得非常好 那这些的股票 它权重非常的大 然后你甚至像平安保险 像人寿也OK起来 所以这就形成了港股的第二个 带队的一些板块 那这些板块 首先有一点就是说 它也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 你除了回购以外 你自己的business 你要OK的 所以你如果盈利跌得稀里糊涂 你事实上神仙来打救都不行的 它business是OK的 然后你像汇丰 像这些 它还有七八个点 就是dividend yield 那这就可以 然后他们也还有回购 你像AIA 就是在这个静默期 出业绩静默期 它都申请特殊条例 继续回购 那你所谓这种就 你发现跟第一个 英特雷那个有点类似 是吧 所以第二个板块也出来 然后第三个板块 你比如说像 这个一些 这个利率比较敏感的一些板块 它也开始 bottom out 就是说香港地产股 或者一些其他的 就是说像一些 香港的公用股 就是中电 煤气 它也涨 所以香港你就变成了 现在就是 它大概有四五个板块 都是在涨 所以就比较清晰 所以香港你要参移的话 你就继续在这些进去参移 那当然它已经没有两周前 那么主席那么好 那可是我个人觉得 应该也还是OK的吧 那至于A股的话呢 就会比较麻烦 因为它没有一个 很明显的领长的板块 你比如说像今天呢 我看过A股 涨得最多的 事实上是食品级饮料 就之前被大家 秀得很厉害的 食品级饮料消费 大概涨了六个点 然后其他的也是非银 非银金融 就是说保险这些 也涨得挺好 大概涨了四五个点 然后其他的 都是零零星星的 涨三个点啊 三年级啊 所以它没有出现 很强的板块 所以A股呢 就是说如果说这些 消费零售这些涨 更多它是一个short cover 就是说有人沽空的一个平仓 所谓A股 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 我觉得倒是买那个 就是上证 就是上证指数那 那三百只大股票 因为它那个不是 大股东可以就是申请回购啊 或者公司申请回购 那三千亿好像就只有这些大股票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A股很明显 就是说如果后续它要有一些行情 我觉得它也是在偏大的股票上面 而不是中小板 这个是观点与角度的不同 因为像咱们都是在香港 或者说在海外 酒的人 或者说接受海外教育 所以咱们就很喜欢这种 就是很澎湃 或者说很非黑即白的这种 就是扛钱出来 扛十万亿出来救人 那这个跟西方的哲学 就是说比如说病了以后你就要做手术 就是说行就行不行 那块东西就割掉 这是他的哲学 可是现在就是国内当权的这拨人 他是中医理论者 他就觉得任何东西都是 细水长流慢慢调理的 所以就是说他压根 他就跟从源头上 你跟他就是南沿北泽 你用的是西医 他用的是中医 所以你跟他说 砍十万亿出来 他心里面第一就是说 那副作用会不会很大 是不是这个跟中医的理念很相关 他第一下看到这十几个药丸 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吃了以后 会不会有很强的后患症 所以他也不会 而且他也说得很清楚的 大概在六月份来七月份的时候 李强总理也出来说 中国一定不会大水漫馆 所以他的哲学跟你不一样 他的理念也跟你不一样 那最后是谁对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你只能说 因为世界上比较主流的资本市场 还都是欧美 或西方 所以咱们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主流的方式 可是貌似现在国家不打算走这个方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